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那个时候不叫科学 大体上可以叫自然哲学 不过也要注意 现在的科学无法和当时的自然哲学完全对应 在中世纪科学研究 或者我们讲对自然哲学的研究 并不是那么受重视 以前有一句话 叫做科学或者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大家研究科学或哲学 是想进一步荣耀神 研究自然没有研究神高级 不过这些说法都表明 在中世纪也是有自然哲学的 而中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 是古希腊的亚里苏德德哲学中的自然哲学部分 这里有一个小知识 大家可能需要了解一下 欧洲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后 文化衰退 古希腊经典流失到了其他地方 特别是旁边的伊斯兰世界 后来在中世纪 这些西方经典著作 很多都是从伊斯兰世界重新翻译过来的 这些著作在欧洲的重新传播 也促成了晚期中世纪文化的缓慢恢复 而亚里苏德德的自然哲学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在中世纪的 此外 可以想见的是 在中世纪流传的亚里苏德德自然哲学 肯定和古希腊时期他本人的学说不同 他肯定不能违背基督教教义 至少表面上是不能的 不过 亚里苏德德的自然哲学 本身也是十分精彩的 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概念 是所谓物料和形式 Matter and Form 在亚里苏德德看来 自然界的物体由物料和形式组成 物料是指组成物体的基本成分 并且在物体本身变化的时候 不会发生变化 而形式则是决定物体所属具体种类的关键 它在物体从一类物体变成另一类物体的过程中 是发生了变化的那个东西 比如我们说苹果 我们有单个的苹果 它们为什么能够成为苹果呢 关键就在于我们叫做苹果的那个物体 它具有苹果的形式 在物料和形式的区分之后 针对自然界的物体 以月球为分界线 以地球为世界的中心 亚里苏德德又区分了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 亚里苏德德认为 月下世界由四种基本元素组成 土 水 气 火 关于这个元素和物料和形式之间的关系 现在亚里苏德德专家们还有争论 有一种说法是 这些基本元素也有自己的物料和形式 在月下世界任何物体都是这四种基本元素按某种比例形成 与月下世界相对的是所谓月上世界 在月上世界有一个第五元素 叫做以太 当然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以太是后面爱因斯坦批评的那个以太学说 但是他们有词源学上的联系 这一点是没有余问的 在亚里苏德德那里 月上世界是完美的 在月上世界天体做圆周运动 这种运动在亚里苏德德看来是完美的 并且月上世界也不会有生长和死亡 不会有月下世界的各种变化 可以想象 亚里苏德德的这个月上世界 应该横讨基督教思想家的喜欢 最后 针对月下世界的变化 亚里苏德德还有一个四因说 针对任何一个变化 亚里苏德德认为可能有物料因 形式因 动力因和目的因 比如一个苹果落地 苹果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亚里苏德德认为这是需要解释的事情 从四因说的角度看 这里物料因和动力因可能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形式因和目的因 这里亚里苏德德有一个 后来影响力很大的 所谓目的论的解释 那就是就苹果的形式 或者苹果的本性而言 它的自然位置是世界的中心 就是地球 所以在没有任何束缚的情况下 苹果会自然而然地 落向自身本性指向的地方 亚里苏德德的质量和形式说 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说 以及四因说 在十六十七世纪开始受到挑战 而且挑战来自各个角度 这是十六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一个自然哲学大背景 首当其冲 也是在科学史上的几个经典命题之一的 是所谓柏拉图主义的再次兴起 这个命题是科学史这个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亚里山大科瓦雷提出来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中 数学被认为是自然界中各种性质的抽象 在研究自然世界时地位并不高 但在柏拉图哲学那里 数学和最高的理念直接相连 而自然世界只是理念的不完美的呈现 这样至少从表面上看 柏拉图主义更鼓励使用数学研究自然 科瓦雷的命题自提出后争议很大 有历史学家讲当时使用数学的人 没有科瓦雷说的那么高的柏拉图式的想法 不过在林德伯格教授1992年写的 《西方科学起源》这一权威读本中 他自己承认科瓦雷的说法 仍然是有很高解释力的 因为在中世纪末期 人们在自然界观察到的现象 特别是和运动相关的那些现象 其实没有多少增加 所以真正颠覆性的影响 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 而在这里 柏拉图主义对于数学的重视 确实是提供了一些新东西 总结一下 就是对数学的重视 代表了高度的理性主义 在十六十七世纪的代表人物 有加利略 迪卡尔 莱布尼茨和牛顿等 哲学家或物理学家 和理性主义相对的 是重视自然界 纷繁复杂自然现象的经验主义 在十六十七世纪 不少哲学家对中世纪的哲学 非常不满意 认为那时候的人头脑僵化 就知道闭门造车 以为凭借疾问亚历苏德德的古代经典 就可以掌握真理 大家都知道 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说法 而说出这句话的人叫培根 培根在自己1620年的新工具中 批判亚历苏德德 说亚历苏德德没有恰当的利用经验 而是扭曲经验来满足自己的偏见 这一类批评在当时还是比较常见的 但我们要注意 培根和同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人 批判的更多的是 打着亚历苏德旗号的中世纪 自然哲学中的僵化倾向 他们对亚历苏德德本人的批评 多少有些不公平 因为亚历苏德德本人绝对不是 一个只沉迷于悬丝 而不顾经验研究的人 1617世纪开始有人重视数学 也有人呼吁扩大经验观察的范围 这些也还只是属于态度问题 但如果亚历苏德德的物料和形式学说 也开始遭遇挑战 那么他提供的整个理论框架 也就开始坍塌了 这种挑战在1617世纪也出现了 来自机械论哲学 最宽泛的讲机械论哲学强调物料的第一性位置 有的甚至讲物料是唯一的实在 这一类机械论哲学显然和亚历苏德的物料和形式都是实在 这种说法有矛盾 但是机械论也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解释亚历苏德认为是形式的那些存在 在机械论哲学中最常见的答案就是运动 就是所谓的物料和运动 Matter and Motion 如果更加细致的讲 那就是机械论哲学提供了所谓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 像大小形状以及运动等等性质属于物料的第一性质 而很多物体展现出来的比如颜色味道等性质属于第二性质 机械论讲第二性质并不是真实的 而是很多第一性质和人类的感觉系统一起制造出来的 伴随着这种新的解释模式 机械论也强调自然定律在科学解释中的基础性地位 这一点和亚历苏德德哲学强调思音说又不一样 总的来讲 在新的机械论里物料被运动定律控制着 然后不同的第一性质的组合 组成了更加丰富的各种第二性质 机械论在当时的代表人物有波伊尔 霍布斯 笛卡尔等人 机械论也有很多形式 比如有主张物料是所谓广言 也就是各种形状的笛卡尔 也有复兴古代原子论的代表 加森蒂 还有虽然严格来说不能是机械论代表的莱布尼茨 当然莱布尼茨也不是不认可机械论 而是他认为在所谓物料和运动背后 还有更深层次的实在 值得注意的是 机械论带来的影响力其实是不可小觑的 我自己的感受是 它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影响力 虽然十六十七世纪开始 机械论一直对解释人类的心灵和精神 这种问题犯难 但这些难点并未阻止机械论和所谓唯物主义 成为我们现在的大众哲学 这样的结果就是直到今天都还有不少人认为世界只是 或者归根道极只是一堆很小的原子 或者什么物理学基本粒子在运动或处于某种状态中 大家是不是这么想了呢 好了 本节内容到此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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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